鱷魚被關在籠子裡 張開蟹盆大口 瞪著大大眼睛 讓人看得觸目清新 沒想到這隻鱷魚 竟然是在高雄知名的 一大世界賽車場抓到的 我們有一個孫樂的 發現通報 對 我們電話人的 我們不知道錯過面子 這個就拿普通吃的 那個什麼東西啊 對啊 一大世界的表權表示 21號凌晨2點多 當時值班同仁 依照路線巡邏到賽車場 卻發現一隻身長半公尺的鱷魚 躲在草丛裡 保全怕張鱷魚逃窜 白天可能會傷到民眾 趕緊呼叫支援圍捕 現在我們園區邊界的 靠近圍裡的一個波道上面 有發現了一隻 大概50公分長的一個小鱷魚 那我們同時也就通知了 動保單位 希望由他們能夠來做 後續的處理 鱷魚可是會傷人的好嗎 我覺得是會有點可怕 保全強調 由於一大園方沒有動物園 也沒有單位飼養鱷魚 到底這條鱷魚從何而來 懷疑可能是民眾棄養 目前已經交給動保處人員 代回處理 但購物廣場附近 尖尖鱷魚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還是讓保全們嚇出一身冷汗 記者陳生怡 陳昭虎高雄報導 不想做 跟保全面建議 我可以不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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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不想做